大家講了徐陽帝的一條題目之後 我們今天就順著了 就會開始講唐朝 我們知道唐朝我們要讀的自小就是 貞觀之治和唐玄莊的開源之治 問題就是我們一直強調讀歷史要成仙啟合 我們讀了徐陽帝 我們其實對徐陽帝的一些過失 或者一些貢獻其實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記得我們講框架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是講前朝問題 背書的部分 這個前朝問題其實就是 大家可能假設出面考試 大家都會用徐文帝和唐太宗的政策 作為一些對比的 就是徐文帝有什麼缺失 那我唐太宗去避免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當大家都用 這件事就避免了 如果你想突出一點的話 令到下官眼前一亮 不妨可以嘗試去了解徐末的一些情況 其實就是講徐陽帝的一些缺失 那當然 你說我很多東西背 那我就背徐文帝 徐陽帝可以不用你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足夠時間 那就做壞他 那我們看壞了 那其實徐陽帝 一登位之後 我們上一條 再上一條片講過了 是不是 徐文帝 就身成 十分之限家 那就 為天下 就儲下了五六十年之用的一些糧食 是不是 同時又節省了十分多的開支 是不是 因為他 因為他 限了這個周圓二級制 財産了很多勇官等等等等等等 那 對於當下來說 徐朝確實是富強於一時 但是很快就被徐陽帝逆轉了這個局勢 因為我們知道徐陽帝是歷史上一個十分之出名的影帝 他那種演戲功力呢 就好比現在的某些人 是不是 講到明說如果民眾不滿意我自己會下台 是不是 但是 嘩 徐陽帝厲害了 當時走皇帝制 想下台 自己都過言去啦 有這麼多東西享受 是不是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見到徐民帝流下來的遺產那麼多 徐陽帝 盡量 盡量 或者你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看 大肆揮霍 所以當時出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就是講一下徐陽帝 是其富強不遇效果 是不是 他天下以重慾 輕麻蜜以致放 講一下什麼呢 徐陽帝現在就是黏著整個徐朝 還有很多資產 他完全不顧慮後果 就是 滿足 一己私慾 所以 他 揮霍到那種程度 是直接 導致了徐末的各種 群雄起義 令到整個徐蓄亡的一個關鍵 除此之外 我們也都知道 徐陽帝其實是經常 經常 經常 大量露逆百姓的 收運河 這個我們知道 我們講過 徐朝呢 其實收了五條運河 其中一條運河就是我們徐文帝所收的廣通渠 另外那四條就是徐陽帝去收的了 站在整個歷史橫觀的角度來看確實 他是造福了後世的 但當下來說 其實 他是不斷地勞役百姓 土木之公不適 其實這個是令到一個百姓埋怨的一個因素來的 再加上 他每一年 經常 經常 奴役百姓 是超過百萬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你看看徐末群雄一起義 這麼多人響應 其實 和楊帝大量奴役百姓 是很大的關係 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 楊帝也都很喜歡 就是 諾江都 總之 出外四外巡遊 但是 徐陽帝 就好像日後的 就好像日後的慈禧 不過慈禧更慘 慈禧就不叫出巡 慈禧就是屠難 經過各州各縣 就會搜羅天下真寶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情況不單止發生在慈禧 連翠陽帝也是這樣 他每次 出巡四方 一經過會州會員 就極水綠之奇爭 又要當地的官員 供獻美食 你看到 他那種 玩歸玩 但是他一到一個地方 就需要 有人去滿足他 他還 做了些什麼 十分之荒唐的事情 你說 獻食 封辦者 加冠著 缺乏者 險 自死 你經過會州會員 你的官員 是不是 如果你肯送東西給我吃 你可以貢獻出奇爭二部 我開心 我就加你冠著 如果你缺乏這些東西 我甚至是可以搞死你 所以你看翠陽帝行的政策 是相當之荒謬的 可以這樣去形容 但是 之後都未及這個點 發動三次對高例的戰爭 每逢發生戰爭 永遠國家是受災害的 不論 未必可能是人生上的傷害 但是 一定會是 大量的繳稅 大量的物資上貢 全國人 甚至被奴役 在這樣的情況下 百姓走投無路 最後加入了很多的農民起義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徐末 起義是相當之 規模是相當之大 你看 河南有阿光君 河北就有阿斗建德 江華就有阿杜復威 等等等等人次 但是直到最後 我們知道由李淵 是不是 就統一了整個天下 正式達入了這個李唐天下的時代 李淵 這個 李淵 這個 李淵 存衛之後 就給了太宗 太宗也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 令到整個 令到整個 天下是優養身色 同時也達到這個精官自勢 所以我們之後就會開始講我們的精官自治 好 那我們先看看 唐朝的精官自治 我們繼續都是要去讀自職 同樣都是成仙啟後的問題 我們要看看前朝發生了什麼事 太宗如何針對這些事情去解決 我剛剛說過 我剛剛列了一些徐陽帝的缺失 你們可以跟著 如果 覺得太多東西背了 我說背了徐陽帝 我順便用徐陽帝也無所謂 對 因應個人喜好 覺得自己舊時間的走去 那我們看看精官自治 而我們知道唐太宗是出了名 一個很喜歡任用賢神的一個君主 他跟神下的一些關係都處理得相當之好 那其實他是針對這個問題呢 他其實他很明白到 一件事就是 用善人則國安 用惡則國幣 雖然他知道這個道理 但我們看看前朝徐陽帝 他是怎樣 我們之前在文帝決室說過 他晚年罷免和貶殺了不少功勢 驅逐了蘇威高拱等人 導致萬年腐不無人 徐陽帝 又因為拒絕接受戒言 而招望 一個是虛心立間與否 和任用言能與否的 導致一個後果出來的 政策那裡不知為何 兩個顯示都是一日 我不懂搞 電腦實在太差 不過 針對著這個問題 唐太宗自己去改善 於是他怎樣 用人為財 不問出身背景 不人物則不思於黨 富之也則合盡其才 什麼意思 總之我太宗見到你這個人 對於國家走向是有一個抱負的 是有才華的 是有才德的 我就用你 我是不會問他出身 例如你看看 李建成之九步魏徵 李建成 我們知道是和太宗爭爭得相當之激烈的 他的一個哥哥 魏徵這個人是曾經幫李建成出謀 獻賊 是不是 就要搞死這個 唐太宗的 但是 細文呢 但是你看細文 他的胸懷很大 是不是 他不會這樣生氣 所以 但是他見到魏徵 魏徵是很敢於直言的 所以他就照用他 所以呢 之後魏徵一死 他說了一句這樣的話 都大家應該都很熟 就是以童為鏡可以正義觀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望 以仁為鏡可以正德實 他這個 以仁為鏡 完全就是講敢於直見的魏徵 除此之外 他還用了些什麼人呢 高祖的仇人李政他照用 打仗很厲害的 隨之官吏 前朝的官吏 他都照用的 那個叫防元吏 你看到呢 這些就是例子 有很多史料是可以丟出來的 所以 為什麼之前一直建議大家說 不要把中史體性通識那種推論方式 你要用例子去作答 因為很多事都存在的 那除了你講完 他怎樣不問出身背景這樣用人呢 你也不妨講一下 他在文字上 武功上分別有什麼人才 我們看一下 文字上有一個防元吏 道如悔為常 決斷軍國大政合作無價 事稱防媒倒斷 很有名啦 防媒倒斷 武功上又有一個理政理職 先後討伐了突厥不欲雲等等的外族 所以其實 我們看到精官一朝是很多名神的 但是有名神不夠 你也要肯聽啦 所以 魏精曾經跟太宗說過這句話 兼庭則名 兼庭則暗 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太宗之前問過魏精 怎樣才為自己的名棍 魏精就用了這句話來回答他 所以 其實 太宗本身這份人都很喜歡聽人 就是很肯聽人家說話 所以呢 他就做了這個政策出來 他就擴大了整個鑑官的職權 即是鼓勵群臣直鑑 所以呢 其實 太宗前朝的施政呢 很多時間呢 其實都是參集了不同大臣的建議 才去改良的 例如貞官四年 太宗曾經想收落陽宮 被張元素這位大臣賀治所 更加大力掌上他 至於魏精就更加不用說了 魏精就多次反龍 亦敢於直鑑 魏精呢 就有一次得罪 太宗得罪到他 差點 想斬了他 不過 之後多得 太宗的老婆 甚至少皇后 救了魏精 也不算救了魏精 也不算救了魏精一命 就 反轉了這個 太宗對魏精的煞臉 其實就是 太宗一朝 擁有那麼多感於直鑑的大臣 其實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情 還有什麼 是很感於直鑑的人呢 黃貴 柱瑞 這些也是相當之之滋味的 在這個情況下,陰庸然,其實是針對徐文帝,萬年之失 其實虛心立假是針對著什麼呢? 就是因為太宗見到徐楊帝,正出一人,全部出自於楊帝,不聽他人之言 在這個情況下,他既陰庸然,亦都虛心立假 之後我們看政治方面,我們上一課講過了,徐文帝定下五散六曹制,但是分工是未明確的 到了太宗的時候,他就將整個徐文帝的五散六曹,簡化而且明確鑽背一個席位 一定要記,三散六曝制是很經常出的 那太宗如何去確立這個制度呢? 他設立了中書門下上書的 三書的三個省分工是相當明確的,井井有條 我們也要知道三省負責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中書負責草耳召令,門下省負責審查,上書再去執行 不過他這個特別不同的就是,你一定要記住 就是門下省有一個權力,叫做風薄之權 是君主不得獨裁,就是君主不可以干預門下省怎樣去審查中書省這個召令 那除此之外,為了方便三省的官員去聊天,太宗也設了一個正事堂 那在政制完善下,當時的宰相其實也有權力繼續去行事 同時也避免了太宗對於整國,避免了太宗再重蹈覆轍 除陽帝那種,除陽帝那種叫做靜出一人的那種局面 那所以,確立三省六保制,其實是針對前朝,除文帝,五省六曹制,分工未明確的一件事情 那同時,太宗又確立了這個周圓二級制,加上他分設天下做十渡,那渡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監察區 同時,他在這個周圓二級制,分了一個天下,就有634個節充府 那中央一帶,關中地區,當時的首都在長安那一帶 關中地區就設置了261個節充府,擁有全國40%軍 形成了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勢 同時,因為他這個節充府,主要集中在中央一帶,其實對於各地的控制力也大了 所以你看到,整個徵官之治這個政制方面的考核其實都是幾經常出,也都幾容易去問的 當然大家最主要就是要記得三省六保制是什麼鬼的 一定要記,OK? 之後我們再看吧 除了剛剛政制的確立,其實氏族的打壓都是太宗的任務之一 因為我們知道隨朝前次後後都不是很長的國組 所以他對於這個氏族的打壓,無論如何打壓,其實都存有一定的勢力在這裡 於是,記下幾個例子,崔氏、盧氏、李氏、鄭氏這些世家大族還是有威望的 那太宗怎麼搞呢? 他就叫高士廉,收了一本文族誌 定下一個叫三不老的一個平定準則 他說人應該要立德,立功立義,你才可以稱得上,你才是一個有作為的人 那在這種情況下,你的地位一定會高於這些時族 所以就開始以功臣代誓就,科舉代門帝 平民開始有種,門帝這種科舉制是創於除陽帝之時的 那麼唐朝就繼續沿用這種科舉 不過唐朝那種科舉是十分之難的 我們知道平時就是,鄉市慢慢地一級一級地考上去 最後考到電視一樣的,但是唐朝不同 那種科舉是怎樣呢?還有一個叫識學史 我忘記了,好像是尼布 那識學史就特別搞笑的 唐朝做官呢,不只是看你學識高低的 還要看什麼呢?看你有沒有樣子 看你身材好不好 這些都是你的平定準則來的 那麼沒言之,這樣的情況下,何君要去選呢?就一定落選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再看了 平民可以透過科舉進身試圖 開始正式的壓抑了這些事族 有的這種勢力在這裡,消除了事說 除此之外,專注理智,徐敏帝也有一個 裡面的細則不同 那麼唐太宗就派李正做這個 很難讀,每次都讀錯,是不是叫絕跡大師呢?好像是 查地方官李之特實 亦都親自效職地方官李及施政特實 那麼他就會把這些周李之名,周李呀刺史的名字 全部寫在屏風之上,拆其我善作為賞罰的根據 那麼太宗就好得閒罰的,就作惡還行 有官,在官如有善事,亦驅列於名下 那麼在這個平方之下呢,他就天天盯著哪個官員做得好做得差 那麼也都是因為太宗那麼勤力,所以征官二十年呢 就得出一個結論了 就上千人因為政績不加,二受懲罰 七人被處死,二十人受到提拔 這個數據要背,希望大家背 那麼其實就是 亦都反映了太宗很勤政的一個結果 同時呢,他亦以五稟以上經官,輪流直縮中書省 就有空讓太宗祝來問一下阿爺的 之後呢,亦都是繼續關於鶴刑那樣東西 我們之前說到徐文帝呢 就說他晚年恢復了很多的鶴刑 三人共到一瓜者處死 到一纏以上者又處死 到邊梁一聲,直情棄屎 這些數據都要記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泰宗做什麼呢? 就叫防元寧,收唐律,減前代酷刑 又改繞營為流逃 又以身作則,他連中室都照伏 中央行營前需要五復袖,地方三復袖,唐代理智清明 經濟方面又是特別多東西記 那徐代,徐代呢,就繼續推行 沿用這個不藝的軍田祭 其實直至太宗期間 亦都是繼續用這個軍田祭 不過唯一不同是什麼? 口昏田、永葉田,你們要自己分得清 那徐代行那個叫租釣力役 租釣力役和租融釣是不同的 那麼唐朝就開始走租融釣 那麼租融釣的細則是怎樣呢? 就是每丁每年要向國家納租儀成 納捐移將,綿三兩 如果你想,復饒益二十日 那麼租融釣的特性就是可以用錢代力役 那麼,在這個制度下呢? 那麼如果你不想復利益 你可以立捐步代役 叫做融,這些就叫做融 融就是你可以用錢去交易你那種利益 是不是? 如果你要額外加益 加益十五天就好 因為你利益多做十五天 你就可以免貼 加益三十天呢 就租掉全面 這個是融的特色 OK 那麼同時 他本身的力役 如果你沒有剛剛那種附加益 他力役只有二十天 比漢代每年少十天 那麼同時 看到徐文帝黑薄寡恩 開往十四年關中大漢 徐文帝識倉庫而不識天下百姓 不肯開倉鎮災 那麼 太宗就怎樣呢? 他就重視民生 就以民為本 就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選百姓以奉其身 又割古以打覆覆飽而自弊 即是如果他要損害百姓的利益 去令到自己滿足的話 那就好像在這裡割自己 是不是? 屁屁的肉 就拿來吃 吃到飽大自己就痛死了 所以呢 他每逢水災 每逢天災 就開瘡陣災 例如精冠元年 山東大漢 太宗免其富逸 這個是要記的 OK 他還做過一些什麼 很體貼紋身的一件事情 就是精冠五年 本身虎兵 就應該 虎兵是 龍亡士就武龍 龍行士就訓練 對 當時 因為太子就要加官 但是 因為當時是春間之時 因為正直龍亡之仔 太宗就被 這些虎兵繼續進行他的工作 直接把他延遲到夏年 避免影響收成 所以其實看到太宗的 前期施政之風 是十分之為百姓著想 同時 他也針對著文帝晚年大興土木 崔陽帝更加不用說了 奢華之極 太宗就純相折劍 曾經遣省工女三千餘人 以折省開支 有下朝停供四方增補折省國傭 之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經濟那方面 人口一小自然 稅收都少 因為我們知道 隨活就 群雄起義 令到人口 因為戰亂不斷 所以人口流失特別嚴重 我們記得之前背過一個數據 就是 徐陽帝的大業二年 人口一百百九十萬戶 到唐高祖的時候 就剩下二百萬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太宗就做了全國的越老 叫那些周院官員 如果見到單身狗 就推介一些 異性給他 如果結了婚 幫他結了婚 藍丁 藍丁 藍丁是當時生產的 一個很重要的 勞動的一個要素 所以 如果他見到你生藍 就會想你一些 想你們 焗 對 所以你看到 太宗 是很努力在焗全國的人口增長 我們再看下去 這是經濟方面的一些措施 文教方面 這個 我們看回 文教方面 我之前說過了 徐陽帝開始有授採科取士 徐陽帝更加開懷科具制 但兩者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是需要當地的 周園的官員去推介 他們才可以上京去考試 但是 太宗的時候 因為他為了選拔人才 為了這個人才 這個獲取率更高 他開始推出一件事叫做 懷疊字句 什麼叫懷疊字句 他不用再經過官員的推介 他自己拿著家譜 上京 港口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或是經學校推介 他就可以去考試 當時要考什麼科 就是明經科 進士科 明經科和進士科 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明經科就是 你熟讀八家經典 你會贏 進士科就好像是 考你急變才能的 叫你射阿斯 當場射阿斯 好像是這樣 之後 通過了禮布和尼布的考核之後 合格就可以入朝為官 禮布和尼布會特地玩你 特地在調棄你 就是這個所謂的識學史 就是我剛剛所說 要看樣子 又要看身材的一種考試 結果就選出甚多真材 是可以促進社會文化向上 同時也針對著文帝 晚年廢除了太學 四門小學 地方學校不中文教的這個弊柄 那太宗做什麼呢 他就設置文學館 立房元寧 道餘悔等十八大學士 輪流直縮 太宗一份不著膠 就跟他們聊天 討論文學 職位之後 他又設立了 宏文館和崇文館 這三個館都要記 崇文館藏書二十多萬卷 又以 那些很有名的漁學士 造學官 和群臣討論自勢之法 除此之外 繼續大興國學 設立國子監 周圓學校 都是請一些很有名的漁學者 出任何官的 因為當時的唐朝文教大勝下 高麗套博日本這些國家 曾經都派子弟到長安求學 除此之外 他又修訂一些經席 那房元寧和魏徵 就先收了盡書 除書 又叫 不過說到這個 又想說一下 不過算了 免費時間 我們再看下去 他又叫銀絲股 考定五經 版核五經定本 孔永達就註譯了這本 成為了五經正義 統一了南北景學 那這個五經正義有什麼特典 有什麼獨特呢 他就是成為了整個科舉制的 一個 考試的一個 類似我們現在要讀 DSE的Syllabus 五經正義就是起著這個作用 就是我們可以看這本 看完這本就去考試了 所以這個就是文教方面 分別限定了科舉制 科舉制的不同之處就是 懷疊字句 之後又設置了文學館 宏文館 索文館 大興國學 以及修訂了很多經席 之後我們再看 武功方面 那些呢 徐文帝又做過什麼呢 就改良了 徐文帝做了什麼 唐太宗做過什麼 我們知道徐文帝廢了布局 改良了虎兵制 行兵龍合一 其實唐太宗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繼續沿用虎兵制 建立一種叫做御兵於龍的精兵制度 那就是剛剛我所說的那種 就是 如果當時農業是處於一個繁忙階段 那你們就耕田 那如果是 不用 就是比較有空的 那你們就訓練 這樣 又在全國設立634個節充斧 京師佔261個 形成居寵與慶之勢 就是舉天下不敵關宗之勢 之後 袁武門事變之後 突厥就承亂攻堂 那袁武門事變之後 就是唐朝內部處於一個 一個很危急的狀態 那太宗有見這個情況 就立刻下去 和東突厥的壓力周旋 那在這個電光火射之間 那太宗就沒什麼勝算的 那就 但是呢 他希望呢 這場事件之後 完了之後 可以一片黎明黎道 那 所以呢 他就不要正面和這個 東突厥進行這個衝突 那 他們呢 就 簽了一個叫做 便橋之文 那 大唐才免於一劫 所以你看到 這個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唐初 那個外族的變幻是十分之嚴重的 那這個情況下 太宗又做出了什麼決策呢 那他就對外族 因威並施 平定四而 並視四海為一格 那太宗就 修正變幻 多次對外傭兵 先後平定了東突厥 蝕賀 高昌這些外族 自此四而賓服 尊太宗為天下學 國際地位大勝 他又建立了一個叫做 天下一家去懷疑之別的觀念 那什麼叫天下一家去懷疑之別呢 總之 我們再沒有分什麼韓族 什麼什麼族 什麼族 總之 你們來得大唐 都是大唐子弟 對不對 總之 保障了西邊的安全 這個就是對外武 不叫對外武 這個就是 唐太宗武功方面的一些措施 那我們看完這麼多智職之後 繼續 就是 都是你不可以說勝放的 那勝放方面 那太宗做過什麼呢 那 太宗因為他這些政策 就令到 貞觀一朝 是經濟發展甚盛的 那根據 這個 是不是 是不是貞觀靜耀呢 我不記得哪本史書了 就說了一句 這樣說話 就說 貞觀年間 天下大勝 柳山者含歸故里 斗谷不過三四前 終歲斷死刑 二十九人 東至於海南極五嶺 街外戶不斃 行旅 不賣糧 說什麼呢 當時的處死 這個情況 是相當之 罕見的 而且 當時是因為 治安好得怎麼樣呢 當時治安好得 那些人 晚上是不用關門的 所以你看到 唐太宗 其實是為整個 唐朝奠基了 一個盛世的局面 同時也都令到 日後所謂的 永徽之治 開源盛世這些 揮煌時期 是一個發展的基礎 所以你看到 唐太宗呢 其實如果你說他是 整個唐朝的奠基者 成世方面的奠基者 其實 這是一個 挺好的理據 之後 他的唐朝很多制度 其實也是 唐朝其實是完善了很多 前朝制度 諸如我們所說的 三省制 租容釣 科舉 這些都是到唐朝 才開始完善 那同時 這些制度 其實也都令到 後世繼續跟隨 包括 你看到科舉制 送完明清 走了 那麼多年 直到 清末新政 才開始廢除科舉 三省制 又是送完兩朝的成績 虎兵制 更加成為了 明朝一個叫做 無謂所制的藍本 之後再看 就是社會安定 這個廢話來的 基本上 每個自小都有 再看 文化軟薄 精觀一朝 文教鼎盛 又有 天下一家 去懷疑之別的觀念 所以吸引了很多 就是 吸引了很多 外國勢力 進來中國 進來大中華 包括什麼 例通商 求學 大食人 波斯人 長安外來文化 大勝於一時 日本的大化隔身 完全是仿效唐朝 你現在去京都內涼 朝鮮 朝鮮的平壤 古建築 建設 其實都是仿效唐代長安的建築 可恨的是 長安已經 已經不見了 經過這麼多年的破壞 不過 再看下去 聲威軟薄 精觀之治 唐朝國威 軟薄 四而奔復 紛紛尊太宗為天黑寒 最瘋的是什麼呢 因為當時 外族各個就試太宗為偶像 有些少數民族首領 就為了 拆鞋 又不是說拆鞋 因為是為了建偶像 就和太宗申請開設 這個叫做參天下行動 方便了往來 所以 當時唐朝的 那種 國力 是可以 由精觀勝負 他見得很清楚 同時 我們又是離不開港 太宗晚年的缺失 這裏好像我在那份 那份北極沒有打下去 那大家自己補上去 那 晚年有什麼缺失呢 都是離不開那些三星高麗 這個 基本上好像唐元宗 都有的 他立阿房元宗之間 討伐高麗 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 不過三次都失敗 同時 這個高麗就獨特一點 他引發了兩場的物辯 一個叫做 涉賢陀扣邊 另一場叫劍能 一劍南盜盟 OK 之後 又繼續拒立戒言 晚年一舉一舉一舉 虛心立戒之方 大臣想見君不理智 例如馬周 精觀十一年 想見 民間生活困苦 但Simon不肯理 之後 泰宗有些癖好 追求道士仙術 追求那種長生不老之弱 他特別迷信 張果佬 把白仙過海之一個張果佬 不知便而得為 但是 這個 導致唐朝的風氣 令太子 覺得可以搶奪回來 所以 後來太子 成賢 嘗試過謀反 結果被廢了 然後 改立了 李治 李治做了太子之後 就是 唐高宗 你所說的 永輝之治 皇帝 大拳就開始落下 武則天的手 開始 唐代 女子 江正的局面 所以你看到 整個唐朝 就是要說這些 數據的結合 大家要繼續背 另外 亦準備了題目給大家 大家記得 大家可以 用到我的框架去說 下一次 有時間會馬上跟大家講解 那一條題目